一部名为《我的开挂人生》的电视剧作品首播 这部电视剧由韩成宇、锤娜丽莎等演员主演 讲的则是一位胖女孩的奇幻爱情故事 这部电视剧融合了讽刺、幽默和奇幻爱情等元素 不失为一部非常有意义且十足好看的电视剧作品 先说它的剧情 在这部电视剧当中 锤娜丽莎饰演一位倒霉运的胖女孩 不仅在工作当中非常失忆 而且在生活上也刚刚被渣男前男友劈腿分手 正当事业和爱情双不如意的时候 自己的奶奶又进入到了生命垂危状态 悲痛欲绝的女主角去医院看望奶奶 奶奶却给了她一枚神奇的戒指 这枚戒指可以帮助她完成部分不太过分的愿望 继而让女主的人生一定程度上开挂 接下来女主便开始在一些小事情上借助戒指的力量了 比如公司楼下打不到车 自己却能轻松搞定 朋友们去玩儿密室逃脱 自己却能轻松逃出来等等 直到女主在意外当中磕破了自己的脑袋 这部电视剧的真正戏码才正式到来 女主去医疗美容机构缝补美容针 遇到了想要美容医院的金牌销售男主角 男主的目的很明确 接近女主 让女主在医疗机构当中使劲消费 减肥 整容等等 而女主误以为男主喜欢自己 继而开启了青年女性的小教修模式 为了实现和男主的约会 女主开启了自己的戒指帮助功能 继而 男主进入到了嘴巴不受脑子控制的状态当中 男主的内心诉求是把女主当作一块肥肉 让他在自己的美容医院当中使尽花钱 而被魔戒控制之后 男主心里边的诉求 总是无法落实到实际当中去 反倒是一步接着一步地走到了 向女主表白的程度上 这些嘴巴不受控制的桥段 成为该剧非常重要的笑点内容 目前电视剧刚刚上线八集 后边的剧情走势还不明确 显然该剧当中 出现了让观众们也觉得意外的模式 那就是一个胖女孩 通过戒指的力量 和一位帅气的男孩子在一起了 进入到了恋爱模式当中 显然 这是一部较为典型的奇幻爱情剧 而该剧因为戒指魔力的存在 而出现了很多笑点内容 让该剧看起来非常轻松幽默 但是这并非剧作的唯一优点 我的开挂人生 真正有观众情感认同的地方 是胖女孩的爱情梦想 在这部奇幻爱情剧当中 虽然女主借助了戒指的力量 但她的爱情诉求是真诚的 尤其是胖女孩往往在爱情面前 非常被动的现实局面 是非常能够感染到观众们的 现实生活当中 女性容易出现容貌焦虑 而这份焦虑 往往就是社会在容貌面前的 不公正选择造成的 所以现实生活当中 部分胖女孩虽然性格开朗 且非常优秀 但往往会因为容貌的问题 而无法获得心意的爱情 正因如此 这部《我的开挂人生》 在胖女孩观众群体当中 具备了非常不错的亲和力 可以说 这部电视剧就是为这群女孩子 量身打造的 她们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爱情 且应该是美满的爱情才是 基于这种观众认同 剧作当中的那些奇幻内容 也就显得有现实根基了 垂纳丽莎的表演 也是和角色性格完全契合的 尤其是在胖方面 真的是这部电视剧的点睛之笔 垂纳丽莎本人在该剧当中的 喜剧表演能力 也值得点赞一下 部分桥段当中 垂纳丽莎那些不经意的 东北话瞬间 成为喜剧表演方面上 重要的点缀 这些方言让角色更像是现实存在的 东北豪爽型女人 这是为角色塑造加分的 基于以上这些 可以说我的开挂人生 并非只是简单的奇幻爱情剧 而是对胖女孩子们 有较为不错的人文观照的作品 这部作品播出之后 观众们似乎可以达成一个共识 对女孩子的衡量标准当中 已经删除胖瘦这一项 尤其是对于所谓的不符合时代审美的胖女孩们 显然应该进行社会观点的更迭了 电视剧的人文价值 往往会在电视剧之外体现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